公正党党选将在下个星期开始投票 而该党后任主席拿杜斯里安华 也将在来临的波德森国席补选上演王者归来 有领袖就呼吁暂缓举行党选让路筹备补选 不过安华已经是拒绝了这项建议 强调党选不需要展颜 至于外界对他上阵波德森补选提出的质疑声浪 安华强调这件事已经事先和首相敦马迪 西蒙领导层达成了共识 不存在争议 公正党领袖最近几个月行程满满 除了要面对党选 还要筹备波德森补选的竞选工作 公正党副主席山苏就建议 转延党选专注筹备波德森补选 不过该党后任主席安华强调 这两者并不会出现冲突 所以不需要转延党选 公正党再次制造不选让安华重返国会 掀起热议 不过安华强调 公正党事前已经获得敦马和西蒙领导层的同意 才会对外宣布这件事 安华反击批评者 他说既然首相已经同意 那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 安华为重返国会叙事待发 前文化及旅游部部长纳兹里 昨天也高调表态愿意帮安华助选 安华对此回应 欢迎各方人马的支持 波德森行动势在必行 蓝年党内暗流汹涌 公正党首领主席纳多斯里阿兹敏认为 不选离世应该先取得党内所有领袖的共识 不过生命已煮成熟饭 阿兹敏谈言 目前不需要再争论 只能确保蓝眼守住波德森 至于被视为阿兹敏派系的 公正党父女组主席祖莱达早前一度质疑 波德森行动违反党内民主 不过他今天却表示 事件已经告一段落 祖莱达强调自己处事专业 因此也希望党内的事务 可以按照程序来处理 其实除了祖莱达 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早前也透露 波德森行动 事前并没有经过党内的正式管道讨论 NTVC综合报道 NTVC综合报道